將會有11個新的議席 由記者周文義報導 因應2011年通過增加聯邦眾議院議席的法例 岸省的議席數目將會由106席增加到121席 選區重新獲分之後 15個新議席之中 大多倫多地區就佔11個 岸省華人參政同盟認為 華人社區應該把握機會提升政治影響力 以今次準備增加的選區來說 有不少的城市都是有華人聚居的城市 當華人在某個選區裏面有足夠的結票的話 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就會增加 亦有評論認為新選區的規劃 將會令選民有希望得到更好的國會議員服務 華人保守黨聯合總會就說 會鼓勵更多有志從政的人士 參與國會議員選舉爭取議席 我們基本上不是說一定是華人的支持 我們都希望幫助很多優秀的人才 不一定是華人 可以幫助他們將來在新選區也好 或者是搞選區也好 可以幫我們保守黨傳達多些理念 為小區做多些加大更加好的服務 全國人